以英文发行的北京中国日报今天报道 在大陆一些地区分阶段撤除劳动教育惩罚措施之际 广州市将要在今年年底前清空室内的所有劳动教育所 中国大陆透过劳动的再教育制度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劳教遭到公然滥用的批评 而根据这项措施 公安部门可以不经审判 就能做出最高可达四年的劳教刑期 一名广州市资深法官说 当地劳教所内大约一百名的被拘押者 将会在今年底之前服完刑期获得释放